大家好,我是一南天 欢迎来到义博士医学讲堂 今天给大家讲地质的三合局 上一节课给大家讲的是地质的六合 我们不妨来先复习一下 子丑和土 隐骇和木 卯须和火 橙油和金 四参和水 五味和土 地质的六合是两两相合 两两相合 在一定的条件下 是核化另外一个元素 这种相合的类型 一共有六主 所以称之为六合 这一节课给大家讲地质的三合局 地质的三合局 那就是三个地质 相邻排在一起 汇聚了成了一种气势 一种力量 那么是哪三合呢 第一组 生 生 生 子 尘和水局 生 子 尘合在一起 形成了水局 第二组 亥 卯 卫 卫和木局 第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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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武 虚和火局 第四组 四 油 丑 适合金局 我们看这边这个图 就会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生 子 尘 刚好组成的是一个 等边的三角形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叫它三合局呢 那其实就是某种五行的 掌声 地望和木库 连接而成的一种局势 比如说 生 子 尘和水 那是因为水的掌声呢 是在深月 望在子月 归库于尘月 陈前面讲过 是个水库 深的五行呢 是属金 水是发源于金的 金生水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水 生意 深月 深金 是水的掌声之地 你看 中国的地势啊 我们从这个图来看 中国的地势呢 是 西高 东低 西部 很多的山脉 很多的高山 东部呢 平原 低洼的地方 中国的 长江 黄河 都是从 西部的高山 发源而来的 从这个角度 也说明了 水的掌声呢 是在 西方 西方 是属金的 这个金呢 它的掌声呢 是深金 那么水 在什么时候 最旺呢 当然是在 冬天 紫月的时候 是最旺的 因为 紫 也代表的是 正北 正北 是最冷的 最冷的地方 也是水 最旺的地方 这个旺 我们在 医学里面呢 有个 专有的名词 叫做 帝旺 圣经这边呢 是掌声 所谓的帝旺呢 就是 某种五行 达到 最旺的一个 状态 因为 紫月 是水 最旺的月份 寒气 很足 急阴之地 然后呢 水 就继续 流啊流 继续往东流 流到了 春天的 最后一个月 晨月 所以就 归库了 流到了 东边的 大海啊 波阳湖啊 还有洞庭湖啊 等等 然后归库了 所以呢 生 紫 晨 一路过来 是和水的 生金 掌声 紫水 地望 尘土 水库 合不到了一起 成了一种 气势和力量 这就是成为了一个 自我发展的 循环系统 西部的高山 西部的高山 冰雪融化 这是水的 发生 水 水源着河流 河谷 从高山 往东部的 低瓦地方流 这是水的 发展 流到 波阳湖 流到洞庭湖 流到大海 这是水的 归宿 这就是 事物 发生 发展 归宿的 三个 主要环节 这三个环节 构成了一个 自始 自终 有利 事物 本身 力量的 循环 系统 这就是个 三合局 三合 其实就是 五行的 生 旺 酷 据为 仪器 古人呢 还以这个 精 气 神 来解释 三合局 精 气 神 我们 以这个 木局 为例 木 是 精 运 亥 这是 掌 生 气 行 亥 帝 旺 神 亥 为 这是 木 库 所以 害 亥 为 三合 木 局 正是由于 五行能量场上 在 生 旺 库 三支不同的分布 使得这三支相遇到一起的时候 产生了相互 补充 交融 凝聚 的作用 从而形成了三合聚 一个人的精气神都合到了一起 那么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呀 是不是很旺呀 所以三合聚也是可以将来理解的 也许类推 四 有丑 和金举 也就是说 金的掌声 在四 有的学员就会问了 四的五行是属火 火是生土的 怎么变成了金的掌声呢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了 因为夏天的火生了土 土呢 再传递了给金 所以金的掌声是在四 一直到了有月的时候 它是最旺的 因为有金 它的五行本身呢 就是属金的 所以有是金的地望之地 然后呢 金 归库 在丑月 所以四有丑 适合金举 那么木举呢 木的掌声 是在冬季的 亥月 亥是属 水 是个阴水 水 是生木的 所以 掌声 木的掌声 是在亥 卯月的木 是最旺的 就是农历二月的时候 木是最旺的 是地望之地 卯 本身呢 就是属木 然后呢 到了 卫月 就开始归库了 这个是木库 就开始收藏了 卫呢 是木库 所以 亥 卯 卫 是合 木举 火举呢 火 是由 木来生 木 是生火的 所以 火的掌声呢 是在 隐月 隐 在隐月 掌声 在隐 隐月呢 是 争月 隐的五行呢 是 阳目 是很旺的一个木 木 能生火 所以 掌声 在隐 那么 五 就是 我们讲的 五月 是火气 最旺的时候 五 也代表着 正南 对吧 这个方位 本身呢 就是属火的 所以 它是火的 地望之地 很旺 然后呢 火 归库 秋天的 虚夜 也就是到了 九月的时候 火 开始 归库了 火库 开始收藏了 所以 银五 虚 是和 火局 这些啊 在刚刚 学习的时候呢 大家恐怕呢 不能够一下子 理解得很透彻 后面在 学习的过程中呢 还会慢慢的理解和消化 现在呢 先把这个好好记住 生子城 和水局 亥卯位 和木局 银五须 和火局 四游丑 和金局 居尘须位 四库齐传 因为我们八字里面有四柱 很有可能 尘须位 就会有齐的情况 理所当然呢 就会 制成一个土局 相传 明朝开国王帝 朱元璋 他的八字里面就是 尘须位 四库齐传的 那是大富大贵之命 当然了 这个也要看排列 和其他的组合 这个呢 大家先必须要 牢牢给记住 在民间 三和局 是很广泛的应用的 应用的最广泛的呢 恐怕就是和婚 我们民间的经常会讲这个 谁跟谁生肖是和的 比如说 你是属猴的 和哪些生肖 相和相配呢 算命先生 一般就会说 你跟属鼠的 属龙的生肖 相配 相和 比如你是属鸡的 他就会说 你跟属蛇 属牛的生肖 相和 比如你是属羊的 算命先生就会说 属猪 属兔的 跟你相和 你是属马的 那么先生就会说 属虎和跟属狗的 跟你相和 其中的理论来源呢 就是这里了 现在呢 我们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后面我们还会结合应用 深入的来讲 这个三和局 它的变化 它的应用是非常广的 以上每组三和局 如果只见到其中的任何两个 就是三缺一的状态 今可称为半和 或者拱和 什么叫做半和呢 就是地望和掌声 或者地望和墓库 相邻排在一起 成为半三和局 构成半和局的两个地之中 必须要有一个地望 什么叫做拱和呢 就是掌声和墓库 相邻排列在一起 称之为 暗拱三和局 拱和呢 就吹了这个地望 吹了这个地望 我们举火局为例 银五虚 三和火局 银五虚 这个是三和火局 如果仅仅见到 尹和五 那个叫做半和 见到五跟虚呢 也叫半和 假如仅见到 尹和虚 这两个呢 中间缺了地望之五 那就叫做拱和 三和局 因为有五行的 生 旺 酷 这三者呢 连接而成 所以它的力量 比这个 之前我们讲的 这个六和局啊 要大 大概相当于 六和局的两倍 至于半和 它的力量啊 就跟六和呢 是相当的 拱和的力量 就要弱一些 不过呢 也要看情况而定 我们看命局的时候呢 具体问题呢 一定要具体分析 很多事情呢 不是绝对的 上面这些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第一支的三和局 好的 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次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